大家好 今天講講最新的美中關係 或者是美中關係的趨勢 或者是預測 要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首先要了解一下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過去的產品 結果 現在的情況又會影響到將來 過去中共這幾十年跟美國的關係是怎樣呢? 可以說是經過兩個大階段 一個階段就是50年代 中共奪權之後 1949年奪權之後 中共是被美國認定是敵人 那當然了 中共49年奪權 50年、51年就已經可以在朝鮮的半島 和美國兵庸相見了 那不是敵人是什麼 所以由49年一路到可以說是 基本上可以說是74年 應該說是79年 它不是每一夜之間來變的 是慢慢變的 由這個敵對關係呢 變成了一個可以說是和解關係 這個和解關係呢 主要就是1972年 從基辛格 秘密訪華開始的 開始的 就是開始的 基辛格呢 偷偷地去中國那裡 因為呢 中共的官員 之前呢 偷偷地在日外 我聯繫了美國的官員 就說呢 喂 你們不要以為我們和蘇聯是死黨啊 不是的 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看法的 這種這樣的信息 就被這個基辛格 當時的基辛格是美國的國務卿 就和尼克森總統說 喂 我們現在最大的敵人是蘇聯 如果中國 中共都變成我們的敵人 我們兩面樹敵不是很好 雖然中共不是很強 但是呢 一個敵人好過兩個嘛 另外呢 他們表示呢 他們不是蘇聯的死黨 所以 美國就開始改定的策略了 就開始和中共和解 甚至呢 和中共進行了秘密交易 中共呢 給了他們一些好處 好處是什麼呢 是幫他們對付蘇聯 哈哈 中共就是這樣的了 是不講義氣的 美國呢 給他們一些甜頭 比如說不再和他作對 不再封鎖他 還有開始呢 開始要開放給他 最後呢 真正開放呢 到了鄧小平的時候 鄧小平1978年上台的 1979年呢 可以說是轉折點了 1979年呢 在聯合國那裏就宣佈了 中共呢 被認定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了 鄧小平呢 也作為中共的第一個領導人訪問美國 可以說 開始一個新的編章 這個呢 有些人呢 叫做後冷戰時代 後冷戰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當時七八年還是冷戰的 但是最後大家知道 到了80年代 蘇東波嘛 東歐的共產黨全部骨牌這樣倒下去呢 就結束了冷戰了 在這個時候呢 中共呢 已經拋棄了當時的蘇聯 就秘密和美國談好 美國就信以為真 就幫了中共很大忙 這個後冷戰時期呢 就是說冷戰已經結束了 跟蘇聯的 因為蘇聯都不存在了 俄羅斯呢 還沒有被認為是新的敵人 還認為是可能會成為朋友 也都可能成為敵人 而中共呢 由於它那個通光養晦的那個辦法呢 就被美國人認為是朋友多過敵人 就開始一個非常友善的關係 就造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造成了中國經濟 飛速發展 因為有美國的資金 美國的技術 美國的人才 美國和它培養人才 以前 鄧小平之前 是幾乎不可能被一個中國學生去 去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的 是非常非常不少的 幾乎不可能的 經過香港也可以 但是大陸不行的 後來就完全 每年是幾十萬幾十萬的 湧去 那就造成了中國經濟起飛 中國經濟起飛呢 美方是認為 起飛之後會出現中產階級 會出現民主 會出現自由 和更多的人權 結果大失所亡 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 現在呢 由於中共呢 就是 騙了西方 它沒有因為經濟發達之後呢 就進行民主化 自由化 和改善人權 這三樣事情 它沒有做到 完全沒有做到 所以呢 美國為首的西方 非常失望 由失望到憤怒 所以 西方的政要呢 就開始呢 一個 從中國脫歐 或者是去風險的新時代 這個呢 可以說是新冷戰時代了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去風險和脫歐呢 就是因為 西方的政府已經明白了 中共是騙了我們幾十年 其實它是對我們 它將我們當作是潛在的敵人 只是呢 它們沒有那麼強的時候呢 就不敢表露它們是敵人 它就是這個鄧小平的策略 不和毛澤東 毛澤東是明明 中共當時很弱 仍然在那裡呱呱呱 要打倒美帝國主義 打倒英帝國主義 但是鄧小平是聰明 聰明 聰明 沒說這些東西 但是呢 其實都是騙人 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政治家 很多很多 越來越多 是看得明白的一點 希望改變 所以美國呢 開始改變和中國的關係 這個是由川普總統特朗普開始的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這個是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的是西方的政治家 西方的政要和政界是想這樣做 改變 就是出現這個所謂新冷戰時代 冷戰的對象就是中共 中共呢 開始由伙伴慢慢變成敵人 但是 但是西方的商家 想法完全不一樣 美國也好 德國也好 英國也好 一樣 很多商家 因為他們在中國大陸賺了錢 是非常非常大 它那個投資的量 是等於美國的GDP的四分之一 不得了 舉足輕重 那麼呢 這個Vanguard Group 是很多年來呢 已經在中國大陸投資了很多很多 就是可以說美國的李嘉誠 美國的場實 投資了很多 雖然現在出現了問題呢 他們都不想立即脫歐去奉獻 因為他們覺得 還是有賺錢的可能 所以就被人發現了 這間公司呢 繼續在中國大陸投資 還有意思是 最新出一個報告呢 好像是大學的研究報告裡面 就發現了 這間公司 Vanguard Group呢 他們投資的 中國大陸的公司有60家 是和軍工有關的 他們可能的名字不一定叫做什麼什麼軍工廠 但是呢 他們已經查到 他們是和中共的所謂解放軍 有密切聯繫的 有些甚至是西方已經知道 其實是做軍火的 或者是做給中共共軍用的軍事產品 所以呢 這件事就比較大了 那現在呢 美國也好 德國也好 其他歐洲國家也好 我都了解過是什麼呢 他們呢 經常呢 那些政界 是很難阻擋商界這樣做 因為商界呢 他們是不理這些什麼人權啊 什麼自由啊 什麼國家之間的地域政治啊等等 他們都不太理這些東西 Vanguard Group 都被人發現了 這個是美國最大的投行 然後他們投資的公司裡面呢 其中呢 有60家是和軍工工業有關係的 真的大人害怕 那更大人害怕的是什麼呢 這60家裡面呢 有20家 是已經被美國政府認定是屬於軍工的 所以呢 就不讓任何美國的公司和他們做生意 那麼現在呢 這個Vanguard Group呢 被發現是投資了 那麼呢 但是美國那個規定說不讓你和他們做生意 可能呢 是沒有包括投資那裏啊 或者最少 最起碼在那裏檢查的時候呢 那裏檢查有沒有人和他們做買賣 有沒有人賣給東西 賣一些晶片給他們啊 賣一些先進技術給他們啊 他們主要可能是監視這一方面 而呢 疏忽了有沒有人投資 因為投資其實是一樣的 有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都講過了 鄧師傅很聰明的嘛 他們那個抽光養晦主要是兩方面 一方面得到美國的資金 另一方面呢 得到美國的技術 那麼這個Vanguard Group呢 換言之是幫了他們得到很多資金 資本 所以呢 其實呢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呢 是創的 應該是被認為是犯法的 是沒有按照美國政府的制裁規定來做的 那麼現在看看美國政府有沒有 有什麼反應呢 那麼呢 就是我個人覺得呢 在美國政府內部和眾議院啊 參議院內部呢 都有不同政見的政治家在裏面來 有一部分呢 有一部分是認為呢 中國已經不是我們的夥伴 是我們的長期對手 還有是我們的潛在敵人 是對我們有威脅的 這一部分的所謂鷹派的政治家呢 那個數目呢 是不斷增加 這個是好事 不斷增加 我記得十年前 這一種政治家呢 它為數不多 現在是為數不少 那麼另外一派呢 所謂鴿派呢 就認為呢 OK 中共呢 不是我們的伙伴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利用它們來賺點錢 尤其是我們現在美國經濟疫情之後 也都出現很多困難 那麼能夠做些生意都是好事 那這兩派呢 是會繼續在這裏博弱的 不過我想呢 長期來看呢 是鷹派會一直不斷的潛上風 最近這個 自從川普總統上台之後呢 鷹派一直不斷的壯大 鷹派不斷的壯大 這個鷹派的鷹派是包括共和黨和民主黨 就是共和黨內部有鷹派的鷹派 民主黨內部也有鷹派的鷹派 唯一的分別就可能在共和黨內鷹派多 鷹派少 民主黨可能少一些鷹派 就是主要的分別 但是總體來說是兩個黨都有很多鷹派 就是那個反共的聲音是越來越響 所以我個人呢 認為呢 雖然最近這個拜登政府被那個什麼 蘇馬 蘇馬 或者蘇麥 蘇麥去中國 蘇麥是這個參議院的議長 甚至得到習近平的接見 這個好像表面上是想看到美國和中方 都想尋求一種改善關係的一種的願望 但是願望歸願望 但是由於中共的那個戰狼外交 和他要做世界霸主的那種的戰略是沒有改變的 中共是這樣 習近平每個人都是這樣 他看到你對方強的時候 很強硬的時候 他就縮一縮 縮一縮 縮一縮 等到自己強得 等到人家有問題了 他才有做 他現在在搞到處放火 全世界在烏克蘭 以色列到處放火 就是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趁火打劫 這個火要燒到洶洶的熱 他才能夠趁火打劫的 到那個時候 他就會強硬起來 現在就放下身段 都是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習近平和這個蘇馬是這樣說的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種信息來的 就是說我們互相依賴對方 你不要搞得那麼強硬 對你都不利的 他是這樣的意思 不如我們大家重新談好 互相互慰互利 現在講這個 但是西方人比他這幾年來的戰狼外交 已經激到很生氣了 我看到的西方人 他可以忍了很多年 但是他一發現 你騙我的 他就忍無可忍 所以我覺得已經是no return 是不可逆反的一種形勢來的 世界的形勢就是我們 已經是一個新冷前年代 中美關係只會越來越緊張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放到那種 Dest Nicholas